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有一个很特别的时段 这个是特备节目 首先介绍这位 我想很多位听众都比较熟悉的嘉宾主持出来 就是冯国基牙医蒋峰 你好 Hello Alvin 你好 今天这个节目听到你的声音 我想很多听众都认为 都会讲一下牙医的问题 其实都有少少牙医问题 都有吗 有 如果有时都不觉得 会被人打崩牙 打崩牙也可以找我的 是啊 这个不是百分百牙医的节目 但是 直接不是牙医的节目 直接不是牙医的节目 这个是武术的节目 是啊 是啊 今次这个应该是 可以说是 《华山问剑》的节目 因为有几位朋友 就是 武术界里面都认识很多东西的人 最近这么多人喜欢 又看叶敏套戏 又看《蘇黑衣》 又看《甘伊韦》 又看《十月围城》 加加上很多 都有很多武术上的问题 而我身边的四位朋友 加上武术上的知识 百科全书都没有他们那么厚 所以我想先给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你好我是Wincent 你好我是Gordon 你好我是Michael 你好我是Tim 那这四位呢 就是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你们是在 那说到《华山论剑》 其实呢 有一个 都上很久的网站 在香港 讨论武术的 真的叫做《华山论剑》 大家有机会上去看看 我们其实都是在这个网站上认识的 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起到澳洲上香港的网站 还可以认识一班澳洲的朋友 大家一起就 就埋队了 有共同的兴趣 到时都有出来一起演习一下 或者交流一下 但是我有疑问 通常看电影都说 哇生死相博 其实讲武术 一定要讲武德 通常都不会说 真的要实牙实耻 要落地 要投行才算是输的 其实很多不是的 我另外听过一个 也是 这个就是那时候 那个阴阳八卦掌 那个田梅 曾经有个摔交高手 挑战他 进去跟田梅打的时候 他们大约上一搭手 两个人不动 大概上两秒钟左右 跟着那摔交高手就移回 多谢前辈 走了 然后每年田梅生日 他的摔交高手都会送礼给田梅 那些徒弟就想来想到 哇 什麽事呢 究竟你都没有打到 就这样 触着手不动 那为什么你还要回来 又要多谢我师傅 又要送礼给我师傅 跟着那个摔交高手才说 其实他 你师傅碰着我那两秒钟 根本我是没能力 他不打我 他只是留手给我面 我还不知能识退 那就自己笨 所以其实 有时候 以德服人 就不用说真的打到别人 爆肛了才打赢的 其实这些情况之下 可以令到别人心目口服 就更好过说 打到别人 就出面了 就没得了 就是这样 其实在直播室 就有今天除了我之外 有五位嘉宾在这里 就想逐个请教一下你们 为什么你们武术 有什么那么有吸引力 令到你们可以习武 都一段日子呢 不如Tim先说吧 其实自小 都已经对武术有兴趣了 可能都是电视剧 电影的凝固 但正式开始 有机会接触到武术 就是在澳洲当时 当时有一个朋友 他又是学荣春的 介绍了我去学 就发觉 你真正学在功夫上来 你表面看到他们的外形 每一拳一脚 并不是说你完全跟着他的动作做 你就可以学到 因为他在里面 你怎么站起来 我经常说的提纲 如何去向 如何要有意识 那些 你完全不能够 单从一个外表里面 你就学到回来 之后呢 越玩下去 越觉得 很想继续学下去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是一个 艺术来的 就是说笑还说笑 说真一句呢 学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其实离不开一句说话 你知己知彼 白战白胜 而你要学 你真是要功夫好的话 你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 所以第一件事 你未知人之前 你要先知自己 所以其实呢 你练武是很啟發性的 很多时候 你关于你自己的东西 你不练武 或者不去 当然有另一种方法 但是 譬如说 只不过是逛街看电影的话 你不会说可以 明白自己 和能够答个理想那么多